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了 整个天还这么亮啊 最近听很多网友说 这个地毯经济消失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这 刚好我们小区附近就有一个地毯夜市街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真实的情况吧 走吧,出发 现在我来到这条地毯街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条街依然很热了 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 现在地毯街又消少了 摆摊的没有减少 胆儿好像又增多了 现在我怀疑都有200家了 摆得密密麻麻的 这里有一个小姐姐开个奥迪来摆地毯 就卖了几件儿童的衣服 这里还有一个老板开着奔驰来摆地毯 地毯街真的是恶福长龙啊 看看它是卖的啥 也没有卖什么东西 就摆了几双鞋在这里卖 这里有一个摆地毯的 不知道卖啥的 我们去看一下 好多人了 现在看完火焰了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成都这边的地毯经济 依然是很火爆啊 没有像网友说的那样地毯经济萧条了 有很多摆摊的 一晚上都可以收入几百 甚至上千元 网友们说的那个地毯经济萧条 应该是个别的地方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